继续我来看农维国本件 内列报图对苗里台湖事件都见 农民已经提出目中驾到的天球 政府没看全国量色安全飞行 显示外种量色刺激的 在2022年它都不分子稀释 不过农维飞Q年清查全台农梯指引 发现变地的76万公元农梯 减少为7万公元 减少为1% 一条小色的天球有些变作公页器 除些变作建议 其中作为反共的加价计乱 由于7万公元的天球效监 在政府提出提升量色刺激力的世界 发发效监器和保留两天 变作为庆祝有的音符 所以我们就不死 是舍掉多元而單元 就是什麼 我們就從國外進口 對雜座的部分 你可以看得到很多農友 其實已經鍛鍊二三十年 冬必非去年 中清查鋼鐵時發現 變成的鋼鐵面積 太多會76萬公圈 但是實際的農業生產 只能全都68.6萬公圈 由7萬萬公圈的農體 便建造建築來其他的用途 看到差不多就是 想要農替我牡牌 農民先集團過幾串臉 希望政府尊重給人 公眾的建築 所以我們是覺得主張政府要去買農地 公共的買地 然後你慢慢累積慢慢累積 你才先租給那些想要務農的人 形成一個土地的活化或是土地的重新的這個整備這樣 那這個我們叫做那個土地儲備制度啦 就農委會的同意 人們連鎖修工的面積就五萬公圈 半三六棟的面積就四萬公圈 另外還有四萬公圈的農體 還四日動 還困一動 加起來日年六棟 就一十萬公圈的土地修工 總裁農委會這半外日的建築 所以這個是農委會自己本身要去檢討 這整個糧食生產政策跟修工 土地利用效率的問題 而不是在保持越南農地的同時 又來大量的修工 這個是我們自己一個矛盾的無奈 政府和糧食刺激率的百分之三十億 提高到百分之四十 農體的保留和發發利用和比較重量 保留好的天球之外 不像港中的年入土地 未成本作越和越多年 將在提供辣的事物 來面對國際糧食市場的變化 考慎的年紀錄 六文貝特別報通